为了让育幼院童在假日参与充满热情的活动 借由体育锻炼意志激发潜人 青年国中篮球队选手由爱心企业支持赞助 带领院童一起体验篮球基础训练 陪伴参与闯关游戏 打造互相交流互动的平台 大概八月底吧 那他有来江总来谈说要跟办这样的活动 那我立刻就答应 因为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 因为透过篮球的一个友谊 或者简单的跟孩子互动 也带动孩子对运动 特别是对篮球项目的一个喜好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在于说 透过园会我们可以募得一些物资 或者一些经费 可以进而再去补助一些相关的弱势团体 那第三个 当初江总提这个点子 我们为什么会立刻同意 因为我们学校篮球队在今年也拿到了全国第三 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去跟社区 去跟社会的大众宣传学校一些绩效 那更重要的东西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孩子每个都喜欢运动 赞助企业透过公益园游会活动 并支援球员的相关篮球训练发展 持续适时的提供赞助 让球员们无后顾之忧 努力打球来足梦 这次总共来的82位小朋友 有那个禁决育幼游院 还有红石智慧幼游院 还有本身国小的青年国中 还有文章国小的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那我们这次主要是帮他们做 势力健整配件 免费势力配件 还有美法易捡 那每个同学来之后 我们还要搬两张游游券 让他们在这里做消费 也可以跟一些大哥大姐姐 在联酋场上做一些互动 那不要让这些小朋友 对于社会上越来越疏远 那也让有算是比较好的小朋友 他们知道知福喜福 那我们公司亚生营造 已经在这个区域 已经服务了很多年 包含我们的 有一个奇心的社会 那个房屋修缠 还有那个大社的房屋修缠 我们都一直在做 青年国中表示 期待这场温馨公益的活动 能持续扩大办理 将来也能邀请更多 有爱心的团体参与 共同推广健康健美篮球运动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